中文播客 这个行为会让你被列入别人的黑名单 这个黑名单就是不受欢迎的人 讨厌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网路上 虽然有一些朋友加成了好友 但是后来觉得这个人有点没有礼貌 或是有点烦 就会把他拉入黑名单里面 意思就是不再看见他的信息 那今天课程的主轴 其实就是在讨论 如果你跟一个人有一点暧昧 在线上在聊天 在微信上面聊天 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是好的 什么样的行为是不好的 什么样的行为表示别人对你有兴趣 好 所以我们知道在网络上交朋友 也是不能随便没礼貌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才是一个正确的交友礼貌 好的 最近看好人的微信朋友圈了吗 真有点无病身影的感觉 天天在那念葬花银 哼 他呀 早就被我列入黑名单了 现在他的动态 我通通屏蔽 眼不见 心不烦 啊 拉入黑名单了 这 你俩前段时间不是才打得火热 这瞬间就冷却了 感情这事儿 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啊 你本身就智商捉急 被人贩子卖了 还帮人数钱的主 感情这事儿 您就别瞎操心了 只是得警惕任何时候都小心 别上当受骗了 看起来是老司机了呀 我倒是想问问 什么样的征兆后 得对那家伙的感情投入 及时刹车 问得好 你就得多学着点 别太感情用事 不到黄河心不死就太晚了 感情这事儿 就得当机立断 及时止损 哎呀 知道了 知道了 怎么唠叨个没完 快说重点吧 什么样的征兆 说明这对象不靠谱 首先 不管是小鲜肉也好 老辣肉也好 你费尽心机撩了半天 它都无动于衷 那就别期待什么铁杵成真的了 我们又不是铁匠 及时收手吧 悲催 好吧 那就是不必在 对你没意思的人身上 浪费时间咯 那万一一撩就反应呢 互相也都加了微信了 那就得看细节了 主动型的 如果对你有好感 那一定是 你在干嘛呀 轰炸 早安 午安 晚安 各种请安 要不然 如果是闷骚型的 就看他 是不是总能 秒回你的信息 那人也不可能 24小时地捧着手机啊 不能秒回 也是情有可原的吧 没错 理想化的说法是 如果真爱你 就是24小时都有空 东南西北中都顺路 如果不秒回 至少得在一天之中 给个回复吧 一通消息出去 十天半个月才回复 那就别自欺欺人了 飞鸽传书都比这速度快 哦 了解了解 说的也是 那聊着聊着 突然对方忙起来了 很久不回复信息 也可以理解吧 哦 如果说了 得去洗澡了 然后洗着洗着 就像死在了浴室一样 再也杳无音信 你也就拉倒吧 最值得拉到 黑名单的就是 明明应该已经 死在了浴室 却突然更新了朋友圈 哈哈 那相当可恶 也就是明明看了微信 却懒得搭理你 也确实该结束 明摆着不尊重人吗 这些都是网络聊天 那如果明明是同城 却活活谈成了 异地恋的感觉 只有网络上的 虚寒问暖 从来没有真正 行动上的关心 这关系 那也就 快刀斩乱麻了吧 好 今天对话的一开始 我们就听到他们说 最近看好人微信的 朋友圈了吗 首先我们要来听听 看看这个 不是听听哦 看看这名字 它叫好人 同学们可能一开始 就听到好人 所以是一个 泛指的好人吗 is it just like a nice guy or in this case it's actually 好人 是一个人的名字 对 因为好是中国的一个姓 所以其实 也许真的有人 叫这个名字哦 然后呢 又刚好 好人这个声音呢 跟我们讲真的 nice guy 好人 在中文里面有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用来指那种 很容易被甩的男生 对 因为我们说 有一种拒绝 男孩子的方法就是 你是一个好人 但是 哦 原来 对 我可能已经喜欢别人 或是我现在 不适合谈恋爱 等等等等 你是一个好人 有点像是 要拒绝别人的一种 开场白 所以我有听过别人说 他被发好人卡了 对对对 发卡 so it's kind of like 啊 he's officially been listed into the friend zone 对没错 所以呢 这个人刚好又叫做好人哦 他说呢 他最近有点 无病呻吟的感觉 就是没有生病 但是还在那边抱怨嘛 那他为什么给人 无病呻吟的感觉啊 说天天在那儿念 藏花营 念藏花营 藏花营是什么东西呢 营其实是一种 诗歌的形式 就是好像古时候 或是我们像歌词嘛 就是可以哼出一个曲调 这样唱 吟唱 吟唱 对 那藏花营呢 其实这是有个典故事 从《红楼梦》里面出来的 里头的女主角林黛玉 她就是呢 看到花落在地上 觉得好难过 花死了 所以她要埋葬她 这个我们会觉得 有点多此一举 就是没有必要嘛 因为花落到地上 就自然而然消失了 但是呢 有人却因为她 而想到了自己 觉得 唉 一个花这样落下 我要好好的葬她 所以会做这种事情的人 代表她怎么样呢 比较sensitive 对对对 敏感嘛 细腻 甚至有一点小题大做 就是没有那么严重的事 所以呢 我们就会说 一个人如果太表现出那种 敏感的感情 太丰富了 就好像这个林黛玉 会去念葬花瓶一样 原来如此 对 所以呢 葬花瓶其实是 她葬花的时候 赢的诗 那这个人 当然不一定真的是 具体的念这个葬花瓶 只是说她天天在讲 啊什么东西看了 让我难过啊 什么东西让我悲伤啊 就是类似这一类的话 那就是这一类的话 害她被列入别人的黑名单 对 你想你的一个 就是说社群网站上的朋友 每天都是 啊今天看到了流浪狗 想到了我这流浪的生命 都没有人关心我 或是就贴贴一些什么样 其他东西的文章 啊没有 我没有说谁啊 对 我没有难过 只是分享 对 有的人又很喜欢说 啊都没有人关心我啊 我来试试看 有没有人关心我 对 这种就很烦 所以好人 大概就类似这一种朋友 嗯 所以呢 她就把她的动态 通通屏蔽 因为眼不见心不烦 眼不见心不烦 我也常听到眼不见为静 干净的静 这两个意思有一点像 因为你没见到心就不会烦 这个是 如果你说心不烦 比较强调是让你烦的事情 是 眼不见为静呢 就是各种情况可以用 嗯 比方说 甚至最简单的 桌子那东西太多 好脏 通通丢到抽屉里头 眼不见为静 对 这也是一个方法 眼睛看不见呢 就当做是干净了 这叫眼不见为静 但今天这个男生啊 他听到好人 被拉到黑名单里面 他挺惊讶的 因为他说 他跟这个女生说 你们前段时间 不是打得火热吗 嗯 打得火热 就是男女之间 互相有好感啊 常常一天到晚聊天啊 联系啊 这个就是打得火热 但是瞬间就冷却了 难怪让人 百思不得其解 嗯 男孩子在看女孩子 谈恋爱的时候 总是 百思不得其解 想了一百遍 还是想不到答案 对 不懂为什么 那这个女孩子说了 这是因为你本身 就智商捉急 智商捉急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捉急 其实它跟着急 是类似的 它是一种方言里头 来的词 那因为 着急这个字啊 也可能念 着着这种声音 所以意思就是 你的智商啊 很让人着急 很让人担心啊 难怪他会说 被人贩子卖了 还帮别人数钱的主 嗯 这个句子要稍微拆一下啊 这个是什么样的主 就是说 这个人就是个 怎么样的人 嗯 什么样的个性 那Constance 可以给我们一个例子吗 比方说呢 他这个人啊 就是 谁的忙都帮的主 或者是说 就是个 不会拒绝人的主 了解 对 所以就是有一个典型 然后你去形容他 他就是个 什么样的主啊 那前面这个 形容词是什么呢 被人贩子卖了 还帮人数钱 就是人家把你卖掉了 你还不知道自己被卖 对 还说 哦 看看你赚了多少钱啊 所以就是非常老实 非常傻的人 所以他才说 你就别替我担心了 你应该好好担心 你自己的感情世界吧 对 不要变成另一个好人啊 所以呢 这个男孩子 听他这样讲 好像一副要指导他的样子 他就说 你看来啊 是老司机了呀 老司机是就有一点老手的感觉 嗯 你想司机是开车的人嘛 开得很稳 开得很稳 开得很好 就是说 在某一些方面的事情上 很有经验 都不会出错 那因为这个女生 听起来是老手啊 所以他才问他 那有什么样的征兆 我们应该对一段感情 及时刹车 这个刹车 当然就是停下来 我们知道车子开一开 遇到状况要停下来 所以就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那这女孩子就回答他啦 感情这种事情啊 你千万不能够 不到黄河心不死 因为那个时候就太晚了 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意思是什么呢 没有看到黄河 这里的黄河不是 不是我们说那个黄河啊 不是吗 是指说我们人 中国的传说不是人死了 会到一个黄泉路吗 就是到一个地狱里头 然后有一个黄泉路 有个桥 过了桥 你就是到下辈子 我以为说是要什么 走到黄河才甘愿 但是这个的意思是 都要等到你死掉了 你才愿意接受一件事情的事实 是没错 就是死心 因为心不死 就是说不肯死心 中文的死心 就是对一个事情 不再怀有希望嘛 那人死了 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所以你不到死 你都不愿意放弃这个希望 叫做不到黄河心不死 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些 其实概念 类似的一些成语 像什么当机立断呢 或是像及时止损 这样的说法 这个不到黄河心不死 是比较感性的一个词 那后面两个就是说 各种情形都可以用 当机立断 就是到底要不要 下手买这个最便宜的机票呢 要当机立断 因为不赶快决定就没了嘛 所以就是很快地做出决定 那至于这个止损 当然就是停止你的损失啊 我们买股票 玩股票的时候常说嘛 这是一个止损点哦 不能再赔下去了 那接下来呢 他就给这个男生 很实际的例子 他用他自己的例子 他说不管是小鲜肉 老腊肉 小鲜肉是小帅哥嘛 对 老腊肉我们以此类推哦 应该就是长得很帅的男子 年纪大一点的 对 所以老腊肉呢 就仍然是块好吃的肉 就老了一点 老腊肉怎么听都觉得不好听 怎么会是个赞美呢 跟小鲜肉比起来感觉 肉就好像不那么好吃 但老腊肉比较够味啊 味道重嘛 不是有另外一个说法 什么姜还是老的辣 这个两个辣有点不一样 这个辣肉的辣是说 这个风干 就是用盐腌过很咸的 姜还是老的辣 那个辣是 对对对那种辣 但是不管怎样都是说的 年纪大一点的 是比较有经验 然后你觉得够味道 反正不管 不管老的小的 它重点是 如果你费尽心机 就是花了很多的心思 花了很多力气 撩了半天 它都无动于衷 好 无动于衷 就是完全没有改变 它的看法 或是有任何的动静 就是一个人如果无动于衷 就是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没有改变嘛 对 那撩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撩同学要注意 你们看到的拼音 应该是第二声撩 这个字正确的发音是撩 但是口语上我们讲 去逗人家 或是去跟人家打情骂俏 这个动作 我们要说撩 撩了半天 想要引起它对你的兴趣 这叫做撩 所以有点像是如果你主动 在追一个人 你就可以说 哎呀 我撩了半天 但是它还是无动于衷 对 那这个通常不是说交往 或者说长期的一个朋友关系 然后慢慢变成 它通常是说 比方你在路上 特意的要追一个人 对 在酒吧看到一个不错的 有兴趣 你就去撩它一只 老腊肉 小鲜肉也不错 所以呢 但后面有一个很好笑的比喻 它说如果是这样 它无动于衷 你就别期待 铁杵成针了 因为我们不是铁匠 我好喜欢这个说法 铁杵成针 或是铁杵磨成针 是一个典故 对 就是有一个太太 好像是她慢慢 把一个铁棒 慢慢磨成一只针 针可以 在说很多的事情 你只要慢慢慢慢去做 你就能够得到 你想要的结果 而且重点是 花很多时间去做 嗯 但是感情这事呢 我们不是铁匠 所以我们不必要去把铁杵再做成针 它就说要及时收手 所以同学们只要听到铁杵磨成针 或是铁杵成针 成针是一个好像结果 铁杵磨成针 别人是要鼓励你说 多花一点时间 有耐心 你就会成功 但这里感情绝对不是你有 也不一定 但一般来说有耐心不一定成功嘛 所以你要及时收手 也难怪她会说 悲催 悲催是说很悲惨 很糟糕 让人想要哭 叫悲催 那虽然她说悲催 虽然她觉得有点难过 但她说 她突然想到另外一个情况 刚刚说的都是撩了 然后无动于衷的人 那如果一撩就反应呢 就是你一逗她就 立刻跟你 我们一起聊天 对 配合起来就聊起来了 那她说这时候你要看细节 什么是细节呢 就是她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她说如果是主动型的 对你有好感 有好感是 特别是指男女之间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一个化学作用 对 你不会说 我对我的主管有好感 我觉得她是个很棒的人 不能这样说 这样说别人一定是认为 你喜欢她 会有回 你可以说我的主管 给我感觉很好 给我的感觉很好 对 但是反应 如果你说我对她没有好感 没有好感你可以用在任何人身上 所以这个两个词的有跟没有 就是反应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用法是不同 那但是你们就记得 只要听到人家对你有好感 表示有点喜欢你 对 那她说呢 如果是有好感 应该主动的就会说 你在干嘛呀 早安午安晚安啊 就是一直问候她这样的概念 还说什么各种情啊 我看到这里我就笑了 因为请安大部分的时候呢 都是你主动的去跟你的长辈啊 或是家里你非常尊敬的人去说 你好 对 很刻意的 so when you're on purpose giving someone your regard usually to a senior in your family whether it be your parents or your grandparents 那个时候才能用请安 嗯 所以同学们不要说请安是问好的意思 就是说 诶我每天看到邻居都跟她请安啊 这样她变得很伟大 对 那所以也不会跟你的大楼保全去请安 其实最常看到请安这两个字 其实我都是在古装剧里面看到 说什么 我们要去跟皇太后请安 要去给皇后请安 啊她今天没来给我请安 但其实是 是我有点会错意的 因为本来请安是任何人都能够做的 请安就是对父母是最基本的 难怪他们都会说对皇太后 因为他们那是皇上的妈妈嘛 对 所以大家都要去给她请安 所以同学们知道 有时候你对一个词语的用法 受到情境的影响很大 就Fiona看的都是宫廷剧 难怪 对我看的那么重 还想说早安午安晚安 各种请安 哇 对皇太后吧 对 没有了就是长辈 真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奶奶爷爷爸爸妈妈 都是可以请安的对象 对对对 那除了主动型 当然还有另一型叫做 闷骚型 闷骚型是什么呢 什么样个性的人呢 闷 闷知道 大家知道闷就是闷着 不表现出来 骚就是心里面其实是 很喜欢 对很想有反应 但是又闷在那里 不反应的 那就不会这么主动的一直请安 可是呢 你就要看她是不是 秒回讯息 意思是说你给她信息 她应该很快回应 马上就会回 我每次传短信给她 秒回 可是这其实不合理 对不对 因为人不会24小时 都看着手机啊 他们今天还选 捧这个字 我觉得也挺可爱的 对好像很珍贵哦 有人要跟我聊天了 但她说 如果不能秒回 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觉得情有可原 大家可以学起来 我觉得生活当中 很多的行为 if you can really like empathize with that person and you think I mean you know anyone would do that the best of us would do that I mean you know totally understandable 我觉得有那种感觉 你就可以说 哎呀 这样的行为 真的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 什么什么什么 比方说学生 最近在准备 期末考好了 大家都努力的 在念书什么 晚上很晚睡 那上课的时候 精神不好 也是情有可原的 对 所以你就是理解她了 不过这个女孩子 就不同意 她说情有可原 可是呢 如果是真爱的话嘛 你至少一天当中 要给一个回复 因为呢 现在传短信很快 传这些信息 很快就收到了 如果一天之内 都回不到 那比古代的 飞鸽传数还要慢 太奇怪 pigeon mail 对 这个飞鸽 就是古时候的人 不是都用那个鸽子 传信息吗 那所以飞鸽传输 是一种 method 我喜欢写电邮 我喜欢飞鸽传输 这肯定是开玩笑 飞鸽传输 古代 而且我们要强调的是 古代飞鸽传输 是最快的 但在这里要讲的是 跟现代 所以有趣的是 以前这一个说法 其实都是在说 速度非常的快 对 很急的 那现在呢 现在用词来出了 like the most literal meaning of oh this is pigeon mail 他还是有很快的意思吗 没办法 就没有 反而都是用来 比较像开玩笑 就是你用的是 古代的方法 那接下来 这个情况更好笑啊 就是说 如果聊着聊着 对方突然忙起来 就不回复了 这个女孩子看来 也有很丰富的经验 她说 如果一个人 说她要去洗澡 洗着洗着 像死在浴室一样呢 也杳无音信 你就拉倒吧 杳无音信 我刚差点念成 查无音信 看起来很像 差一横而已 对 这个杳无音信呢 是杳是 其实是看不清楚 很遥远了 所以就是完全没有消息 这个其实还蛮有趣 因为网络上流传说 女孩子呢 不想跟一个人 或是两个人不想 有人不想聊天的时候 都会说我去洗澡了 对 那女生就会洗很久 那所以这个洗澡 也是有一点说 洗着像死在的浴室 就是说都再也不出来了 那所以杳无音信 就是都没有消息嘛 你就拉倒吧 那她还接着说 她说最值得 拉到黑名单的 就是明明应该 已经死在浴室里了 她却更新了朋友圈 like a status update 啊我去洗澡了 啊没空跟你聊了 晚一点聊 然后她偏偏 却在social media上面 有很多的动作 对 没错 就是突然拍了个照片 跟蛋糕一起照相之类的 这一整段话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懂 因为她相当的 相当口语 又相当文化性 还有前面提到这个拉倒 拉倒其实是算了 算了 不要拉倒 不要算了 所以我们口语上 其实更常讲的是拉倒 那这个明明应该已经怎么样 所以就是你已经觉得 她不会出来了 但她就偏偏又冒出来 所以呢下面这个男孩子 才会说 啊那真的是很可恶 因为她明明看了 却懒得搭理你 那最后我们还听到她说 明明是同城 却活活谈成异地恋的感觉 看完这句话 也觉得蛮好笑的 因为她前面说的是 在微信上面交到的朋友嘛 那就好像我们 有时候网上交了个朋友 其实大家就住在一个城市里 既然彼此有好感 是不是应该就见个面啊 就真的当好朋友嘛 但是她却说呢 如果明明是同城 在同一个城市 活活谈成异地恋 就是好好的谈个恋啊 或是说暧昧一下嘛 却变成了一个不好的情况 所以谈成了异地恋 就是好像永远见不到面的感觉 最常听到活活的用法是说 这孩子真的是太坏了 活活被他气死了 对 就是活活被气死了 这是最常听到的 那如果你跟一个朋友啊 同城却活活谈成异地恋的感觉呢 你就快刀斩乱麻 这句话就知道 这个女孩子不同意这个做法 因为呢 既然有好感 就应该有诚意的 真实的关心 不能只是在网路上请安嘛 对 所以这个快刀斩乱麻 就是立刻结束 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全部解决掉 好 那到这里 我们学到好多 非常丰富的说法 我们就再听一遍 今天的对话 再练习一遍 好的 欢迎订阅 去通过这个确实试 的准确性 拉入黑名单了 这 你俩前段时间 不是才打得火热 这瞬间就冷却了 感情这事儿 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啊 你本身就智商捉急 被人贩子卖了 还帮人数钱的主 感情这事儿 您就别瞎操心了 只是得警惕任何时候 都小心 别上当受骗了 看起来是老司机了呀 我倒是想问问 什么样的征兆后 得对那家伙的感情投入 及时刹车 问得好 你就得多学着点 别太感情用事 不到黄河心不死 就太晚了 感情这事儿 就得当机立断 及时止损 哎呀 知道了知道了 怎么唠叨个没完 快说重点吧 什么样的征兆 说明这对象不靠谱 首先 不管是小鲜肉也好 老腊肉也好 你费尽心机撩了半天 它都无动于衷 那就别期待 什么铁鼠成真的了 我们又不是铁匠 及时收手吧 悲催 好吧 那就是不必在 对你没意思的人身上 浪费时间咯 那万一一撩就反应呢 互相也都加了微信了 那就得看细节了 主动型的 如果对你有好感 那一定是 你在干嘛呀 轰炸 早安 午安 晚安 各种请安 要不然 如果是闷骂型的 就看他是不是总能 秒回你的信息 那人也不可能 二十四小时地捧着手机啊 不能秒回 也是情有可原的吧 没错 理想化的说法是 如果真爱你 就是二十四小时都有空 东南 西北中 都顺路 如果不秒回 至少得在一天之中 给个回复吧 一通消息出去 十天半个月才回复 那就别自欺欺人了 飞鸽传书 都比这速度快 哦 了解了解 说的也是 那聊着聊着 突然对方忙起来了 很久不回复信息 也可以理解吧 哦 如果说了 得去洗澡了 然后洗着洗着 就像死在了浴室一样 再也要无阴性 你也就拉倒吧 最值得拉到 黑名单的就是 明明应该已经 死在了浴室 却突然更新了朋友圈 哈哈 那相当可恶 也就是 明明看了微信 却懒得搭理你 也确实该结束 明白这不尊重人吗 这些都是网络聊天 那如果明明是同城 却活活谈成了 异地恋的感觉 只有网络上的 嘘寒问暖 从来没有 真正行动上的关心 这关系 那也就 快刀斩乱麻了吧 其实听完今天的对话 我觉得也可以 跟高级班的同学分享 其实今天很多的句子 连我都觉得 断句有一点困难 因为很多的俗语啊 谚语啊 典故啊 我们可能大概都听过 一两遍啊 或是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里面的字 真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这些谚语啊 典故啊 一定要把一个一个字看懂 你才知道要怎么样去断 不然像最后那个 乱 快刀斩乱麻 我一开始以为是快刀 斩乱 麻 乐吧 对 所以我不太知道断在哪里 因为有听过一两遍 但是其实不是很清楚意思 特别这些成语俗语啊 因为它常常是个句子 它也未必是四个字 对 它不会单独存在 它一定是在一整个句子里面 对 所以像Fiona可能知道 成语大部分是四个字 所以很自然的会说快刀斩乱 然后后面呢 这个那麻了吧 好像也 也好像可以说得过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断词上面的问题 那没有别的办法 就是说同学们学到了一个 一个这种俗语谚语 就赶快把它记下来 那有的时候可能是一整个句子里 你不能自己截一段去问别人 最好是把前面后面的也都记下来 然后一起问 所以有时候要不然你可能把重要的那个词汇 把它切断了 结果别人不懂你在问什么 或是像今天一开始的那个藏花音 因为我看觉得 念藏花音听起来不像个成语 但又感觉好像又有一个什么样的词在那里 所以像Quantus刚刚讲的 我觉得其实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整句话都念出来 或者什么 被人贩子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主 我一开始看到那个 真的要慢慢想一下慢慢断 对 而且它的主词在最前面 你 你智商捉急 然后你被人贩子卖了 还帮人数钱的主 你是这种人 就是这个意思 好那我觉得今天对话里面 真的有非常丰富 形容人个性啊 形容人感情啊 或是互动的 对互动的一些词汇 我觉得很值得 大家再 其实把课程映出来 再看过一遍 像我刚刚讲的 我觉得 其实你懂的是哪一些字 在这些说法里面 对你的口语表达 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嗯没错 好那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课程 我们就下次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